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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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 诸位同修大德 大家好 阿弥陀佛 今天呢 我们就上一次 跟大家谈到的 佛教 它不是宗教 也不是哲学 而是我们 这个时代所必须的 那么佛教 到底是什么呢 应该来看 我们认为 佛教是一种教育 是释迦摩尼佛 对于我们 众生 至善 圆满的教育 这个呢 我们可以从当年 释迦摩尼佛 在世的时候 他的行仪 可以看出来 我们看他一生的行仪 跟我们 中国孔老夫子 非常接近 而所差别的是 孔老夫子在当时 啊 确实是想求得 一官半职 来发挥 他的学术理想 而释迦摩尼佛呢 他本身是个王子 所以反过来说啊 他是摆脱了王位 而专心来从事于 教育工作 由此可知啊 这个教学啊 确确实实 是整个国家社会的 一桩大事 你看中国的 礼记里面 就是学技里面 就讲得很好 建国军民 教学为先 建立一个政权 领导国家 最重要的 是教育的工作 所以孔老夫子一生 从事于教育 成为了一个伟大的教育家 而释迦摩尼佛也是如此 他是一个大教育家 所以佛法 是教学 而不是宗教 也不是哲学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 那么我们现前佛门里面啊 我们从称呼 都可以看得出来 比如说我们称佛啊 为本师 本师就是 创始的老师 根本的老师 习惯上呢 我们称出家人为和尚 和尚啊是印度话 他的意思是亲教师 就是亲自指导我的 这个老师 我们才称和尚 所以和尚啊 不是随便称的 必须啊 跟我们学习的关系 最密切的人 所以和尚也不一定是出家人 在家人啊 指导我们 那他也就是我们的和尚 和尚 比如说呢 我们老和尚 跟李师公 过去李秉然老居士 学佛 十年 他老人家是在家居士 那这个对我们老和尚来讲 他就是我们老和尚的和尚 因为啊 他亲自教导过我们老和尚 由此可知啊 和尚是个通称 不论是男女老少 也不论出家在家 那么法师呢 这也是一个通称 如果称比丘啊 比丘尼 沙米 沙米尼 这决定是称出家人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基本的 佛学的常识 所以这个和尚啊 就有一点像我们现在 学校里面的指导教授 是他亲自指导我的 那么 如果他不直接指导我的 我跟他没有这个关系 通常我们就称法师 不称和尚 所以和尚啊 跟我们的关系 是非常密切 非常亲近的 所以从这个名称上啊 我们可以看出 这个称呼都是属于教育的 所以佛教 真的是佛陀的教育 那么佛教呢 他的教学内容啊 非常广泛 我们要知道 这个佛教啊 上一次已经说过啊 从他本身的 内容去观察 他的内容是整个 宇宙人生 宇宙人生啊 本来就复杂了 所以这个复杂的 宇宙人生 简直可以说是无有穷尽 我们今天 用有近的言说 这个言说 有限度 有范围 想要去探讨 无尽的 宇宙人生的 事理 这实在是太难了 所以啊 因为他呢 太复杂了 所以 要将这些复杂的事情 说明白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说都说不明白了 听的人怎么会听得懂 但是虽然 有这些困难 这个事情还是要解决 也就是说呢 我们要有一个善巧方便 用这个善巧方便 来教学 就是要有一个最好的 教学方法 最巧妙的 方便的 教学方法 那么 这个教学方法 是什么呢 首先啊 我们要知道佛所讲的 这些境界 像我们 宇宙人生的 这些境界 像我们要明心见性 像我们要讲 这个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是我们佛法修学的目标 这是 我们今天讲 无上正等正觉 究竟圆满的智慧 那么像这些境界啊 我们凭什么 来相信呢 我要怎么去相信他呢 首先啊 我们要凭圣言量 来相信他 也就是说 这是佛说的 佛以他的人格 来做保证的 他不会欺骗我们的 这个事情啊 是事实 只有他知道 我们现在 境界 还不到 譬如说 佛也跟我们讲啊 万法皆空 万法皆如 我们听了以后 的确 没有办法 体会得到 或者佛给我们讲 不生不灭 可是眼前 我们所看到的 一切现象 都是生灭法呀 你看动物 有生老病死啊 植物有生住易灭啊 还有整个地球 这个矿物 有成住坏空啊 怎么会说 不生不灭呢 所以这种 很深的道理 跟这个事实的真相 就有待于我们啊 逐渐提高自己的境界 到时候啊 自然就会明了 可是呢 这还要靠自己 在解形上去努力 那么古德给我们提示啊 我们要 去达到这个境界 也就是学佛啊 有四个层次 那就是 信、解、行、正 分成这四个阶段 首先呢 要建立信心 因为信心不建立啊 就会怀疑 你就不肯去研究 或者是研究的时候 会懈怠 会放逸 不会很认真 那么不论你做什么事情 如果 对这个事情啊 有怀疑 没有坚定的信心 这个事情啊 就注定要失败 不会成功的 所以无论大事 小事 这个事情要做得很圆满 很成功 首先啊 必定要具足 充分的信心 佛 在华言经上说 信 为道元功德母 意思就是说 信是大道的根源 是一切功德之母 所以无量无边的功德 都是从信心而生的 所以信能生功德 就好比 是功德的母亲一样 她能够生 这个比喻啊 比喻的非常好 那么信心的建立啊 不是一桩容易的事情 我们现前 所说的 我们信佛啦 我们信仰三宝啦 实际上讲啊 这些呢 目前都是属于迷信的阶段 信 你是信的 可是三宝 佛法 究竟是什么 还不晓得 这个不晓得 这就是迷惑啊 但是你还能够相信他 这个不容易 所以 这种迷信 我们要知道啊 这还是迷信 但是 这个迷信是有条件的 不是没有条件的 有哪些条件呢 第一个 我们相信 佛 是具有很大智慧的人 具足很高的德行 他不会骗我们 他能够啊 教导我们 让我们 将来啊 也能够跟他一样的成就 我们相信这个 这就是有条件的迷信 不是无条件的 其次呢 佛教传到中国来 也有一千多年 这一千多年当中 有许多聪明智慧的人 依照这个方法来修学 都有成就 这些人 都是我们的见证 我们 看到啊 这么多的人修行 这么多的人成就 这就是我们的信心 由来 所以信心就是有这些条件啊 促成的 所以我们对他有信心 但是这个信 的确还是迷信的 可是是有条件的迷信 那么有条件的迷信啊 也可以称是 强信 很勉强的相信 这个不能称为 正信 那为什么叫正信 就是这个信仰的产生 不是依赖于 对 释迦摩尼佛的人格 也不是 历代 这些高深大德的成就 是 对他的理论 产生的信仰 明白 这个道理的 也就是这个道理啊 我已经知道 他是真的 他不是假的 这种信 才叫做 正信 那么正信啊 是从理解 产生的 对于佛法有研究 确实 明白他的道理了 这个信心就生起来了 这叫做 正信 但是 这还不是真信 真正的相信 是什么 就是这个事情啊 你见到了 所谓的 明心 见信 我们 也见了信了 见了信了 这就是真信 这不是假的 而解悟 正信 现前 这个是 第一个阶段 到了最后 要正悟 真信 才会现前 信心啊 从我们现在开始 是抢信 勉强的相信 一直到 成佛 这个真信啊 才会圆满 所以 我们这样来看啊 这个学佛啊 无非就是 就是 修信心而已 就是 建立 真正的 自信心 那么 有了信心以后 接下来 接下来就是 求解 这个非常重要 求解啊 有两个途径 一个是 独送 一个是 听讲 在 这里面 这里面还有一个 最重要的 关键 我们一定要 牢牢的记住 那就是 要有一个 好老师 来指导 这是我们 成败 关键 之所在 古今中外 不管是 佛法 世间法 他之所以 会有成就 一定有一个 高明的 老师 来指导他 这个佛在 阿南 问世佛 吉凶经 里面 一开始 就说明了 一定要 接受 明师 教诫 这个明啊 不是啊 有明气的明 那个明气大了 知名度高了 也不见得 有真正的学问 这个明啊 是 光明的明 就是 一定要有一个 明心见性的老师 这个老师 是 过来人 唯有过来人指导 我们 才不会错 因为这个路 他走过嘛 而且他走通了 他走到了 可见得啊 他没有迷路 他给我们指的 这个路子 决定不会错 如果我们 找了一个老师 他自己这个路 没走过 也没有走到 自己也迷路了 你再去找他 请他给你指一条路 那这条路也是一条 迷途啊 所以 一定要找到 高明的善知识 去亲近他 这就是所谓的 实诚 这一点啊 非常 非常的重要 所以佛法 需要人指导 我们看 《华言经》 《大制度论》里面 佛菩萨都说过 佛法无人说 虽智不能解 这就是说 我们想要学佛 不能不依止善知识 那么善知识在哪里呢 我们到哪里去找善知识呢 那找不到的时候怎么办 首先呢 我们找不到 我们就好好的修善根 先把基础打好 这个善根啊 就是地子规 感应篇 还有安事全书 学地子规啊 这是儒家的伦理道德 学感应篇 学安事全书 这是 学因果 扎根教义 那么这个根扎好之后啊 有这样的根基啊 那么 我们 找不到善知识 也能成就的 特别是净土中 我们老和尚啊 告诉我们 古人啊 讲到这个善知识啊 这是一个缘分 缘分是可遇不可求的 真正求善知识 做学生的人 求老师啊 不容易 那么老师呢 要一生找到一个 真正好学生更难 那么他到哪里去找呢 真正 真正遇到以后 这个成败的关键呢 就在成敬 这两个字 印光大师讲得很好 一分成敬 得一分利益 两分成敬 得两分利益 十分成敬 得十分利益 也就是 就是 我们对老师 要真诚 要恭敬 为什么呢 真诚 恭敬 才能够接受 老师的教导 老师讲的 我们才会依教奉行 所以对老师越真诚 老师讲的话 就像圣子一样 我们会很努力的把它做到 这叫做真诚 所以 英光大师 给我们讲这两个字 真的是 关键 尤其真正善知识 他不肯承认 自己是善知识 善知识 非常谦虚 那么我们 在现在找不到善知识 怎么办呢 尤其我们修净土中 我们老和尚 为我们介绍 三个人 我们去找他 我们这一生 没有不成就的 第一个人 是从近代说起 就是我们的 印光大师 他老人家 已经不在了 往生了 但是他的著作还在 有印光大师的文操 我们天天读文操 那就是 听印光大师给我们说法 跟一个人学 我们从他那边奠定基础 这个基础 真正奠定好了 老和尚 又在介绍第二位老师 就是偶艺大师 就是偶艺大师 他是明朝时候的人 我们专攻偶艺大师的 弥陀经要解 然后呢 我们再去读 我们再去读 延迟大师的 来做老师 来做老师 决定成就 那这个跟在老师面前 没有两样 真的是依教奉行 读他的书 依照他的教导 努力 努力认真 去学习 这叫做 师俗 弟子 最后 我们老和尚给我们介绍 大乘无量寿经 老师呢 就是无量寿佛 也就是阿弥陀佛 我们跟他学 这个怎么会有错呢 所以 我们按照老和尚所教导的 我们今天 修净土宗 更定 这几位大善之士 我们这一生当中 决定成就 那么 就这个问题 让我们想到 我们老和尚 遇到有同修 问他 有关灌顶的这种问题 就是现在 这个密宗 在全世界都很盛行 那么就有人提出说 是不是我找一个密宗上师 迷 比进 更出现 就可以消业障 就可以成就了 这个灌顶 境界更高 我们老和尚是告诉我们这样的 早年 早年 张家大师告诉我 菩萨 是 菩萨不学密 不能臣服 密在佛学里面 是波斯文 不是普通人的学的 不是普通人的学的 二 密是贤之密 密在哪里呢 密在哪里呢 还原观上讲的四德 四德 第一德 随于妙用 那个密就是妙用 随于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知出 这就是密 你说这个多情境 随缘里头 静宗啊 这个静呢 是不随缘的 不善的 不接触 那别人都不做大了 是这样的情境 密宗情境是经过考验的情境 所以它比我们还殊胜 但是 静宗的灭容易成就 密宗的灭很难成就 因为什么 它没有离开五欲气情 在五欲气情里面 不起心不动 不分别不折 真高啊 那是什么 法身菩萨应世 应化在世间 才能做到 普通人 那能做到 所以它真的是菩萨般 老师告诉我 密要是不能成佛 就堕地狱 无间地狱 它没有当中路子 它只有一上一下 上去很好成佛了 圆满成佛 上不去掉下来 是无间地狱 所以 所以 黄念祖老巨师告诉我 它神秘中金刚上司 告诉我 告诉我现在这个时代 馋没有了 谜也没有了 教没人讲了 只有念佛法门可以得度 它学长 跟虚老和声 虚恩老和声没开悟 得禅定 所以在那个时候 得禅定的还有 开悟的没有了 没有开悟的不算成佛 中国历代 禅宗里 得禅定的人很多 大吃大悟的人不多 不能说没有 不多 密宗三密相应成佛的人 他说没有了 他说没有了 人名共和国 陈黎到今天六十年 我跟他见面的时候 那这六十年当中 中国这么多人 学密成就的只有六个 往后了 往后了 慢慢用了 真不容忍 五欲六成 供养在你面前 不动心 几个人能做到 所以净途宗就方便了 远离五欲六成 七千五欲 远离 这样获得清净性 这个清净性没有经过考验的 能往生 往生 凡生同志徒 他说灌顶 他的这个形式 它是有很重要的意义在其中 我们一定要知道 如果 如果只是在形式上 做灌顶 就是在头上 撒几滴水 那么 我们就要看看 我们的业障 是不是真正能够消除 那么首先我们也要先了解 什么是业障 业是什么 业就是我们的造作 简单的说 就是我们对于 宇宙人生 错误的想法 错误的看法 错误的讲法 错误的做法 我们在这里造作了 这叫业 这些业啊 障碍了我们的清净心 障碍了我们的自性觉 这就叫做业障 那么如果说 我们请一个上司 给你灌顶了 那我们的业障 是不是就消除了呢 如果业障真的消除了 我们得到了清净心了 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 都没有了 甚至于我们对宇宙 人生过去 现在未来 都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了 那你这个业障 就真正消除 你就得到真正好的结果了 如果说灌顶以后 我们自己想想 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 都还在 都没有减少 甚至于 还不断的增加 那就 没有达到效果 所以 首先啊 我们要真正明白 灌顶的意义 黄念祖老居士 在《无量寿经》的注解里面 就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 因为他本人 就是密宗的上师 他说了真实话 绝对没有骗人 他说这个灌啊 是慈悲加持的意思 也就是 真正关怀你 爱护你 帮助你 这就是灌的意思 顶呢 是至高无上的大法 换句话说 把至高无上的大法 传授给你 这叫做灌顶 不是说 拿几滴水撒在你头上 那叫灌顶 我们不要迷信 这个 是表法的意思 就是说 以干露之水 来灌顶 这个干露 就代表 至高无上的佛法 那么明白这个道理之后 我们就晓得了 我们今天啊 读诵无量寿经 我们把这一部经 从头到尾念一遍 我们要知道 我们念的这一部经 是一切经典里面 至高无上的大法 所以 我们今天啊 念这一部经 不仅仅是阿弥陀佛 给我们灌顶一次 甚至于 是十方一切诸佛 他们都给我们灌顶 因为十方一切诸佛 都弘扬这个法门 多讲解这一部经典 所以 我们要知道 这是真正的灌顶 所以 要一个真正的好老师 才能够跟我们引导 让我们真正走向了 正确的学佛的道路 让我们真正的破除了迷信 而且 能够消除业障 得到真实的功德利益 希望我们大家 一定要明了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您可以订阅